一個星期有過去Xbox Partner的preview 展示會剛剛完結了 不知道微軟爸爸是否知道東京電玩展 大家不太收貨 所以這次安排的這個展示會 的確有不少遊戲網絡都是不錯 還有不少會加入Game Pass的大家庭 所以我們就一起看看有什麼期待的作品 不過首先加入Xbox的大家庭 當然首先要有主機和Game Pass 現在微軟官方就在做一個優惠 你買完主機之後可以用優惠價去買Game Pass 不過原來在2000分裏 你是不用買主機 都可以用這個優惠的價錢買到Game Pass 而且買越多平均價錢就會越便宜 一個月就是港幣83元 6個月就是港幣430元 12個月就是港幣856元等等 如此類推 所以如果你真的買到最盡 一次過買三年的Game Pass Ultimate 平均每個月Game Pass Ultimate 就是港幣68.33元 所以如果要單獨直接買Game Pass Ultimate的玩家 就可以把握今次的機會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介紹今次 Xbox Partner Preview的遊戲作品 一番傳統首先介紹一款我個人幾期待的遊戲 永恆之旋這款作品的確在我心裡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它是一隻畫面有些觀眾朋友說 像霍黎的第三人稱動作魔法遊戲 它是由Yellowbed Game Studio這間新工作室製作的第一款遊戲 新工作室的新IP我當然就會特別支持 特別是這間工作室是由前暗龍紀元的創意總監 領軍 所以我自己也特別期待 返返去遊戲的本身 玩家在這個魔法世界裏面 就扮演一個年輕的編織者 可以精通和混合不同的魔法 在回復自己故鄉文化的道路上 一步步進發 而這遊戲最大的賣點一定就是她們的魔法 那魔法在其他遊戲都很上見 但是這遊戲的魔法無論是在視覺效果、規模或者互動方面都做得相當不錯 無論是燒到含含聲的紅紅烈火、慢慢蔓延凍結你全身的兵結 又或者用念力投擲不同的物品 到很明顯見到工作室是集中火力做好這些效果的物理機制 令到不同魔法效果好看之餘亦都好用 還可以互相影響的 因為我們是編織者可以將不同的魔法組合成為新的攻擊 而在冒險的過程中亦都要用不同的魔法去跟地圖進行互動 例如用兵結魔法去起條橋過路等等 所以玩家在這遊戲中會得到一個幾不同的魔法體驗 但是有這麼強的魔法都要有一個合資格的對手才玩得過癮 工作室可能就擔心大家覺得用魔法用得不夠爽 不少BOSS的尺寸都頗龐大 看上去的迫力和照射的威力都好像特別勁 但又敢說 這麼大的目標 你用魔法都容易重一點 所以我會說這款遊戲暫時看上去好看又好玩 新的工作室和IP我個人一向都比較樂觀 唯一希望就是他們可以盡快有推出的日期 因為他們還要是Day1登陸Game Pass的作品 所以我真的很想快點可以玩到 如果說永恆之算是示範如何為之一個好的Trailer 展示遊戲最大的核心價值和賣點給玩家看 接下來這兩款遊戲就是在做反面教材 第一款Legend of Bubble 我會說它的畫面和降影都做得不錯 但是那一個人切和狗狗的樣子為什麼會做到這樣呢 有點一言難盡 故事方面貌似就是一個少年的成長日記 戰鬥就是第三人稱的動作遊戲 但是質素很明顯就是一隻2A的作品 暫時就不太知道這遊戲有什麼特別 我看完Trailer之後 最大的感覺就是一隻普通的動作遊戲 還要是一年有很多隻的那一種 我不是說這隻遊戲一定會不好玩或者做得不好 因為始終這遊戲都未退出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Trailer 人物的設計和狗狗的面毛 真的可以做得好一點點 另一款迷霧獵人 它的Trailer其實都挺長的 有接近3分鐘的時間 但究竟我們在這3分鐘裡面得到什麼呢 它整體就是一隻到處都出爛的類魂系遊戲 整體人設和敵人都是走過一種魔幻不歐的風格 有3個不同的職業 例如戰士刺客 弓箭手等等 畫質看上去都不錯 防火女 也是那些定位 看上去都不錯 打擊感不是沒有 但一些地形破壞的粒子效果就不算是很誇張 最大的爆點就是Trailer最後的BOSS 突然間變了一隻金獅子 搞到我以為在看Monster Hunter 雖然這款都是新工作室的新IP作品 但既然你是到處都是的類魂系遊戲 你的故事又是那種神對抗愛神造成有不死者的這種常見的設定 在Trailer裡面展示多點你這隻遊戲和其他類魂系遊戲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你這麼特別值得玩家選你這款作品 其實都不是很過份的要求 Anyway 這個遊戲很快就會有Cose Beta 有興趣的朋友仔就可以去到他們的官網註冊 那當然有一種Trailer是更差 比那些沒有核心的Gameplay Trailer 因為有些Trailer是連實機畫面都沒有 幸好接下來要介紹的這款作品 深海迷寒2是一款續作的作品 如果不是大家就這樣看完整個Trailer 大家應該都不知道這遊戲在玩什麼 深海迷寒是一隻海底之下的多人開放世界 生存收集冒險遊戲 新結一集當然會有新的故事和新的世界 但是由Steam的描述裡面 我就真的不太知道這個新的世界有什麼特別 暫時已經知道 令到最多玩家期待的就是 終於這個系列有多人的合作模式 最多可以跟另外三位的朋友一起玩 但其他新的元素、新的玩法 就真的要有更多實機的遊戲畫面 才可以判斷到 這隻遊戲預計就會在2025年推出 也都會用一個early access的形式去推出 所以大家就要有些耐性 就算這遊戲推出之後 都可能要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才會有豐富的遊戲內容 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 一向都是我杯茶 我特別喜歡 但萬射這款遊戲的場景 真的暗到一個怎樣玩呢 不過原來這就是他們最大的賣點 他們的畫面風格就是用很多螢光圖 令到整個場景暗得來 又看到對面的對手是在哪裡 玩上去有點像捉迷藏 不過Trailer的流暢程度 令我合理懷疑 不是一個完整的實機遊戲畫面 我亦都不明白整段Trailer 為什麼只是用手槍呢 很少有FPS的Trailer 不是展示重火力的 在黑暗場景之下 加一些螢光圖 其實是幾型幾好的概念 但不知道玩得久的時候 隻眼會不會很累呢 不過最令我意外的 原來這隻遊戲已經以early access推出了 暫時在Steam上面的評價 普遍都是正面 說這隻遊戲很有潛力 但這隻遊戲的Marketing 就做得不好 搞到這隻遊戲沒什麼人玩 我會說現在FPS遊戲的競爭 真是很大很大 這隻遊戲還要不是免費遊戲 所以如果它不可以趁推出的時候 吸引到第一批的人氣 那就真是很難翻身 大家看到恐懼症這款遊戲的遊戲畫面 都很清楚知道 它是2A至獨立遊戲水平的恐怖遊戲 它的氣氛壓抑感都做得很好 不像某些遊戲 都還是用Jumpscare來嚇玩家 它不是一款新遊戲 在2020年其實已經推出 還在Steam上有壓倒性好評 今次就純粹加入Xbox的版本 所以整個Trailer其實都相對短一點 但這隻遊戲在推出4年之後 都保持著有不同的更新 例如剛剛10月18日就加入了全新的血色月亮 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期待 這款4人合作 真真正正心理學的恐怖遊戲 第一次看到這遊戲的Trailer 真是令我想起很舊年代 米奇老鼠的那種動畫風格 我都很驚訝 竟然可以將這種動畫風格 放進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裡面 所以我經常都說 獨立遊戲某程度上 真是未來遊戲界的關鍵 傳統的大廠很多時候 都只是夠膽跟回原有的固定方程式 又或者只是夠膽用Remaster Remake這些版本去Paysafe 而獨立工作室 更加願意製作一些風格特別的遊戲 而這些遊戲 才是推動遊戲市場進步的關鍵 不過說太遠了 回到遊戲本身 它卡通風格的人物和武器 在一個3D場景之下 進行FPS遊戲 竟然是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而且卡通的角色 在被人擊中死亡的時候 更加會有特別的畫面 而除了FPS的玩法之外 因為我們的主角也是一個私家偵探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要拿出另一支大炮 找一下場景裏面不同的線索或者陷阱等等 這樣我們才可以解開謎題 迎戰登跟我們的BOSS戰 整體是一隻有絕獨特美術風格的 另類快之洲FPS遊戲 好佩服這間獨立工作室 可以整出這樣的水平的遊戲畫面 希望推出的時候 它們都可以保持到這個質素 時間女者 重新處幹這款作品 大部份時間都是CGI的動畫 所以首先讓大家看一下實機畫面 它是一隻第三人稱科幻恐怖射擊遊戲 有著很恐怖的怪物 然後就完了 所以它的實機畫面真的很短 不過它故事背景的設定介紹 已經很豐富了 這遊戲的工作室Burr Team 繼承他們上一款原創作品 靈媒 這次都是被玩家穿梭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 不過這次就是一個穿梭在過去和未來的故事 玩家就是一個神秘組織的特工 是一個時間旅行者 首先要在未來的廢土裏面 找到特殊的時間裂縫 這樣才可以幫到大家 回到19世紀80年代的波蘭裏面 搞這麼大巡龍鳳 就是為了在大災難之前 找到一些即將細小的關鍵人物 例如科學家、神秘學家等等 帶他們避開災難去到未來 解決現在人類面對的問題 不過很遺憾 你是不能帶他們的肉體穿梭未來 所以你就要用全能的收穫者 抽取他們的精神才可以穿梭時空 又是要堆倒他們這麼慘嗎 Anyway這個故事設定都挺有趣 加上筆筆,原本在靈媒裡面已經示範了 他們對於用恐怖壓抑氣氛 加上科幻恐怖場景構成 來到客玩家的功力 其實是做得很好 然後他們在剛剛推出的Silent Hill 2 重製版裡面也磨練了他們的戰鬥系統 所以就算他的實機畫面這麼少都好 大家都是絕對有理由期待時間旅者 重新處乾的這款新IP 艾倫聖星2的DLC湖中小屋 終於連回去Control系列的作品裡面 Trailer雖然比較短些 但是重點都很多 當中包括DLC的主角就是第二集裡面 聯邦控制局的特工基蘭 主要的舞台也是聯邦控制局 位於巨虎湖伴的研究中心湖伴小屋裡面 背後牽涉的神秘力量 除了艾倫聖星系列裡面的黑暗神殿之外 亦都有Control系列的絲绍 而且最恐怖的是 Control女主角熱身局長的弟弟 迪倫竟然出現在這個Trailer裡面 這件事原本應該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應該被人籌禁在聯邦控制局的總部 而在艾倫聖星2的時間線裡面 總部應該都還是全面封鎖著 難道聯邦控制局的總部 和湖中小屋研究中心是有特殊的連結 然後熱身局長和聯邦控制局的人員 可以透過這個連結 在Control第二集裡面走出來 真是FF太多了 就看看DLC的故事怎樣發展 Animal Well 動物井這款作品的配音相當有趣 不斷不斷shadowshadowshadow 但不要看他那麼多 其實他在5月才推出 在Steam上擁有壓倒性好評的環軸類惡魔城遊戲 亦都已經登錄了Game Pass的遊戲庫 大家可以玩得了 他最大的吸引地方就是 已經有成千上萬同類遊戲之下 他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進化方向 這遊戲最棒的地方就是 當玩家以為自己已經摸熟技能 道具怎樣用的時候 往往你會發現原來這些道具 有其他隱藏的功用和玩法 可以解鎖地圖裡面不同隱藏的地方 挑戰玩家的直覺 甚至乎第六感 如果說探索未知就是 類惡魔城遊戲的精髓和核心的話 那動物井這款作品 就將這個探索的精髓 進化到去對於技能和道具的探索 這些推動遊戲進步的作品 大家是真的值得試一下 不過玩就要有定心理準備 因為玩完這遊戲大概要10個小時 但如果你想解除全城 就解開所有隱藏的玩法 那就真的祝你好運了 一看畫風就知道是真賭號大神的作品 我好佩服他 因為不單止聖石小子是我的童年回憶 而且他只是47歲 但已經有三款人氣的連載漫畫作品 超厲害 那回到伊甸聲源這款遊戲裡面 他是3D動作RPG遊戲 但玩下去好像有少少無雙的味道 每一個角色用他們的越態、磁鱗技能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cut scene 而人物面部表情和模組的製作都還好 雖然Trade裡面有很多好型棍的過場 cut scene等等 但真實的遊戲畫面就真的比較少 而且這遊戲還要是由Fuck You Colami製作的 所以真的很難說最終成品會怎樣 不過又有一款知名的日本漫畫改編作品 加入Xbox的平台 怎樣都是開心的 不過這款作品是不是應該出現在東京電玩展多些呢 人中之龍海盜 因為這次時間的問題 我就不會介紹太多了 始終上一次已經介紹得很詳細 這次Trader也不算有很多好驚喜的地方 始終人中之龍海盜 對比上一款人龍7的外傳和人龍8 那個時間差距只是很短 畫質方面大家都不會期望有很大的進步 故事也因為人中之龍8的關係 不會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大家喜歡的小遊戲和動作遊戲的玩法 都可以在這款作品裡面滿足到 而且對我來說 只要有真賭大哥做主角 那就已經收貨一定會玩的啦 傳就傳了好來 終於見到他真身的多人合作 Control 世界觀的延伸作品 聯邦控制局 防火組 這款最多三個人合作的FPS遊戲 就是由在Control 本傳裡面 沒有什麼作為的聯邦控制局探員 穿起特殊的戰鬥服用特製的武器 不再等人夠親自和舒少決一死戰 看來就是一隻超級爽的FPS遊戲 可以飛上天 亦都可以看著敵人飛上天 有時候甚至乎玩家要破壞場景 才可以繼續前進 而且不同角色亦都會有特殊的技能 例如在Trader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探員長距離衝刺 武器的種類都是很多 而且全部都是超現實放飛自外的那種風格 至於很多玩家可能會關心的是他的故事 但是應該就不會交代太多 始終他的定位是一個獨立的平衡時空的聯邦控制局 目標純粹就是被玩家和朋友 在Control的世界觀之下爽下 而且Xbox的玩家就更爽了 因為這款遊戲是D1登陸Game Pass的作品 所以哪有理由不期待這款遊戲 實驚武神突然改了名字 但是今天鬼魂單車依舊在公路上辭聰 雖然今次新的Trailer FPS看起來好像比較不穩定 但是騎著單車遊走現實和死後的世界 享受過一個獨特的美術風格和場景設計 就是我會喜歡的那一種遊戲 遊戲會分開幾部分 當中包括大家真的要參加單車比賽 大家真的要在不同的公路賽 城市賽 越野賽 贏到冠軍 這樣才有本錢繼續去旅行 當然你賺到錢之後 可以裝設下你的戰車 自由地遊歷世界 看看不同美的風景 和NPC好好交流一下 甚至乎這個世界還有很多神秘的裝置 古蹟等你去發掘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究竟那個鬼魂的骷髏骨頭 是有什麼用的呢? 暫時就是這遊戲最大的謎團 Anyway 希望這款遊戲可以加入更多 公路旅行的風格和情節 那麼這遊戲分分鐘就是 下一年獨立遊戲的黑馬作品 最後的最後 正常人壓軸怎樣都是放這款作品 沒辦法 因為由靈澤科技製作的 明末言虛之語 的確是今次 preview展示會中最搖眼的作品 當然啦 由遊戲的畫面 你都可以看到它是重視隔反 閃反 也有終結技等等的元素在 很明顯都是一隻有點難度的動作遊戲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玩不玩得到 但是感覺比較像是劍星的那個level 這遊戲也會有法術系統 而武器方面 除了大家用的刀 劍等等之外 竟然還有噴火器和機關槍 暫時戰鬥和技能的視角和光影效果 都令我幾深印象 我覺得會是土替得來又好玩 當然啦 這類遊戲另一個重點就是 BOSS戰的難度 暫時感覺BOSS的壓迫感不是很強 但是每一個BOSS的人物設計 技能的呈現等等 都有辨識度很高的獨特風格 至於場景的設計和模組質素 可圈可點 例如一個牽手觀音 以遊戲模組來說 真是算是幾高質 也都幾大隻 那當然一隻遊戲最重要的 當然是主角啦 主角無常的外觀和人物設計 怎麼看都是符合大眾遊戲玩家正常的口味 不過不同人物的表情 NPC之間的對話等等 都可以再打磨得好些 不過整個Trailer 其中一個最令我在意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 女主角無常的衣服會整天都變的呢? 難道幫女主角襯衣服 都是其中一個吸引玩家的地方? 至於故事方面 會集中在明末時期的巴蜀地區 一種神秘的瘟疫 令到不同人都變成恐怖的怪物 我們的女主角無常既是失憶 亦都受到一種叫乳化病的疾病 折磨緊 究竟可不可以幫無常收集所有失去的回憶 就是影響遊戲最終結局的關鍵 不過提到明末的時候 已經有觀眾朋友說會不會打李志成啊等等 但是我覺得 今次明末 言虛之語應該會集中在女主角本身身上 應該都會有不同的歷史人物 但是就沒有魔改歷史情節那麼誇張 不過始終描述這個時期的遊戲 是真的比較少一點 所以如果製作組真的打臥面 在故事方面有些驚喜感都不錯 那最後啦 既然它是由國內的工作室製作 大部分玩家應該第一時間 就會將這款作品和黑神話悟空作出比較 但是老實的 這款遊戲的定位比較像是2A級數的作品 和擁有3A預算的黑神話悟空直接比較 其實是沒有什麼必要 也都不是太公平啦 但我會說 黑神話悟空已經示範了 智本和Unreal Engine 5 在遊戲裡面帶來的無限可能性 加上明末 言虛之語 今次的trailer也都做得很好看 對比起之前實機的畫面也都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認為它真的有潛力成為下一年的黑馬作品 而且它還要是Day 1登錄Game Pass的作品 所以就算是我這種五線場動作遊戲的玩家 都會期待到時可以實際試一下這款看起來這麼正的遊戲 希望它可以加入一個容易的難度啦 以上就是這段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不知在那麼多款潛力作品裡面 大家最期待哪一款呢 不妨在留言和投票告訴我吧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人生的分享 那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 亦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搶先看 那今期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就這樣吧 掰掰